大家好,我现在湖南长沙看看今天中午吃的是啥 非常实惠的快餐 菜已经打好了,一碗菜一碗饭 15块钱随便吃 但是湖南的菜好像有点辣啊,都有辣椒 然后这里至少有七八个菜 饭不能吃多了,因为菜都这么多了 先开吃,吃完再聊 吃饱了,我们在这个楼下看一下 就在我住的附近 都是这样的高层住宅 刚才吃的这个饭菜很实惠啊 15块钱30个菜 只要不浪费,随便吃就行了 因为这个旁边有个大工地嘛 所以说他们很多人都是一大碗菜一大碗饭 饭量很大的 像我刚才那个菜的话没人全部吃完 因为它那个有的不合口味 有的是太辣了 因为湖南长沙这边 哇塞,这个菜基本上全部都是辣的 没有不辣的 就连那个萝卜汤它都是辣的 哎呦,我的妈,太辣了 然后吃完饭我想喝碗粥 它有粥有汤,我就打了那个粥 我以为是百米粥,它是百米粥 但是甜的呀 你知道那有多甜吗 那个甜的哟 哎呀,我一下子 我一口喝到嘴里 我想这么那么甜呀 哎呀,那没办法 那个粥喝不了 喝不了,我汤也没喝 我就出来了 出来,我现在得去找瓶水喝呀 就光吃了饭,不喝水不行 下次,下次得喝汤 因为它那个粥太甜了 走路也不是办法 共享单车也没看到 我觉得我得找个公交车 往别的地方走一走 再看一看 看一下这周围啊 周围环境还是可以的 吃饭的地方不用说 我最喜欢吃的那个饺子 它这个饺子和东北的饺子不一样 嗯,之前我在南方就吃过 吃的是不辣肚子的 所以说 这边就是公交站台了 就在这等公交车吧 这个地方的名字我记住了 叫 黎郡社区北站 因为我酒店的名字不认识嘛 所以你必须得记住这个站台的名字 坐上公交车了 167路 我这个地方几乎等于是始发站啊 我们就边走边看 等一下哪里好玩就在哪里下来 来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 最快的熟悉方法就是坐公交车 因为它在地面上走嘛 你可以能够更好的看到这个城市 如果你坐地铁的话 那你啥都看不着 这就是我不喜欢坐地铁的原因 你知道吧 坐公交车还是比较好的 到处跑 不管坐到哪里 也就一块钱两块钱 无所谓 这个桥厉害了 长满了爬山 这还是人行天巧 坐了车坐了很多站了 也不知道到哪里来了 边走边看 这个左边应该是在修地铁 把路挖的堵车啊 这以后要是经常坐这条线的话 这可不得了啊 早高峰肯定是堵车啊 现在是下午一点钟左右 还好一点 一路上走过来 也就这一段路 看起来还是相当挺好的 至少不那么坑坑洼洼了 刚才前面那些路都在修路 要么就打了很多的那个补丁 这段路好多了吧 看一下这个行道树 如果城市里的道路都像这么好的话 就完美了 知道吧 下车了 看一下这个公交站牌 上面有很多公交车 然后这个对面好像是个学校 往前走啊 看一下 这段路的景色还是挺好的 因为一路上坐过来 都在修路 挖路 就这一段路看着还不错 哎呀 这不再往前走了 因为他那个要坐到底站的话 估计还得有十几站呢 前面个天桥 我们上了个天桥 到了南方城市 像这样的快餐店就特别多了 所以说吃饭根本就不用愁 我今天出来的时候 忘记找那个什么早餐了 但是我住的那边 早餐的话应该是有的 因为那边住的人那么多嘛 看一下这个天桥 还很坚固啊 这个钢结构 跟那个长江大桥一样 厉害呀 走到这个中间来看一下 这个树比较多 这段路真的特别好了 这是我今天刚到长沙这边来 发现最好的一条路 叫劳动西路 因为之前的那些路都不好 都在修地铁挖路 路上这里一个坑 那里一个坑 哎呀 我那坐公交车可遭罪了 它每个城市的路实际上要求不高 就这样就行 对吧 双向六车道 然后路面上没有坑 就像这样 对不对 那多好呢 看一下这边 这个行道树 遮天蔽日 就凭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还是特别好的 因为很多城市都喜欢把树 砍得光秃秃的嘛 长沙这边对树的保护 看来还是挺好的 我刚才看了一下地图 这个地方距离香江边上 那个橘子舟头 大概还有碾三公里 也就是说刚才那个167路 是一直在往景区那边开的 但是我今天是第一天刚来 我也不想去景区 因为昨天晚上没怎么睡好 是因为今天早上起来的比较早嘛 对吧 要赶高铁 所以说今天就当休息一下 明天 后天 大后天 还有三天在长沙这边游玩 不着急 难怪了 这里是越来越靠近 长沙的最核心区 就是那个景区香江边上嘛 靠近橘子舟头那边就是 最市中心 最繁华的地段了 所以说它这个道路 开始越来越好 是吧 你看这个路上走路多舒服啊 对不对 然后夏天也不热 对不对 有这个这么多树嘛 就像打了个伞一样 还有地铁三号线 这个就是那个学校门口 那我还是坐那个公交车 原路返回了 今天我就回去 再睡一会 休息一下 然后明天开始 再去那个最重要的景区 有三天的时间足够了 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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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